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九仓置业1997 选择原因是随着中国伏偿 九仓置业的业绩由今年起 可望重复增长之路 第二是美国加息周期接近尾声 提升包括收租股等收息股的吸引力 第三九仓已经差不多完成 价格方面的估值复收 投资者可以抠低吸納 等他们的盈利和资产预测比上调 中国自去年11月底露出复尚的曙光 已经刺激九仓的股价重拾升势 并且进行估值方面的复收 在现在的进行当中 涵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预料九仓由今年起 收入盈利等重拾增长之路 目前中国以超出市场预期的速度复苏 尤其是在今年2月初恢复和香港全面通关 所带来的利好作用 亦同样超出市场预期 有机会令到券商在中期业绩公布前后 再次上调盈利和资产预测 除了黄金周和消费券等利好因素刺激外 在美国直谷银行极体 引发美国中小型银行危机后 美国加息周期接近尾声的机会越来越高 而市场现在估计5月很大机会 是今次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 令到收息股的吸引力开始回升 而具有这个优质物业的收息股 更加有望率先受到追捧 在旧仓中期业绩前 建议投资者hold低吸纳旧仓 第一注等45元水平级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42.5元 可以买入第二注 初步看50元只蝕位定39.5元 第二个推介是华润啤酒291 内地消费复数持续 华润啤酒今年头两个月 毛利率已经有所改善 加上高端化步伐持续 全年销量预料会增长超过1% 摩根士丹利指出 润啤今年第一季的销售势头 好过市场预期 受惠低基数和饮食渠道 即是餐厅和夜店等恢复 管理层提到 第一季是行业的淡季 第二季的趋势对全年增长更加关键 并且对第二季的趋势保持乐观 润啤餐厅渠道已经基本恢复 而夜店渠道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大概80%至90% 公司今年1月至2月的平均价格 有高单位数的增长 毛利率亦有所改善 在喜历SuperX和雪花啤酒品牌的推动下 一至2月期间 次高档及以上市场的增长令人鼓舞 当中喜历的增长 就高过全年目标价30%以上 在产品定价方面 摩根士丹利表示 公司不排除在2023年 选择性提高个别地区价格的可能性 但幅度不大 至于成本方面 大白成本预料今年会 岸年增长15%至20% 但招商国际就说到 包括包装成本 包括铝和玻璃 今年至今岸年已下跌了15%至20% 彭博终合券商最新平均目标价 是73.02 较上星期五收市价 高出13.5%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63元买入 目标先看前顶68元 列穿60元就适宜置舍了 2.031 感谢观看